吴尼娜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一开始呢 带您来关心 在副底乡石排村中心排水 0918正在复建工程 在2023年的8月16号 举行开工典礼之后呢 历经了5个多月的时间 目前的前半段已经是录去完成 那么县长徐真卫呢 也特地到场来关心进度 副底乡石排村中心排水 0918正在复建工程 在2023年的8月16号 举行开工典礼之后 历经5个多月 目前前半段已经陆续完成 县长徐真卫特地到场来关心进度 那中心区域排水的部分 一共是3000多万的这个工程 有两边的这个户案 以及单面的户案 一共全场有大概一公里多 那也有做5个这个生态廊道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明年春更 明年4月讯期前能够赶快把我们的中心 区域排水部分把它完成 这也要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地方政府的附建工程 能够全力来支持 总经费大约2788万元 由公共工程会灾后附建金来补助 预计2024年的4月讯期之前就会完工 市座护岸长度大约有900公尺 滚泥土路面长度约560公尺 生态通道6座 同时改善排水设施 县长表示 石排村中心排水0918震灾附建工程的完工 能够保障及维护乡内的农民权益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